所有今夜十点见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打开您的频道 收看由江汉工作室为您制作主持的今夜十点见的节目 我们这个节目里头访问不同的人 而且不同的专业 能够给在华裔的家庭里头 制造一些多方面的资讯 上个礼拜在我们节目当中 为您访问到一个有教学22年经验的吴迪老师 他从小学到高中做的是心理辅导 然后由于他自己小留学生的背景 使得他对这一些的孩子们有一个心同身受的感觉 所以他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真的电力起他自己对教学这个职制 成为他一生的职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每每说到自己的回馈的时候 他那种反而是感激这些的孩子们 给他带来的部分 今天我们要把重点放在升学的辅导 升学的辅导应该是所有在美国华裔家庭里头 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部分 也是每个家庭非常着重的部分 当然对很多事过境迁的人来讲 可能就过去了 但在面临要进入各个大学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家庭都会有一些的苦恼 今天我们请吴迪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 我们先让吴迪老师跟所有的朋友问好 吴老师您好 吴老师您好 又回来了 我们上次谈到您个人的教学 其实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在末了您提到了 这么多年来支撑您自己一直下去 你把这小小学到高中 这些毕业或者逢年过节给你写的卡片 你到现在都保存起来 每当你在走在这条教学的路上辛苦的时候 您看看这些写的第二天又充满力量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升学的辅导 您自己从斯泰文森到现在也在长岛这个地区 在美国是全美国排名前几名的一个学区里头 然后帮助很多的孩子做他们的升学辅导的counselor 今天敲您的时间敲了很久 直到11月份帮他们都申请了early admission之后 您才说我有点时间可以上这个节目了 谈到了辅导升学 其实是心理跟入学 其实你得要双方面都顾导 虽然您做的是辅导升学 但是当然您个人一个强项是做心理辅导的这个部分 在孩子做选择的时候是相当重要的 您通常在孩子从十一年级 十年级到十一年级 十一年级这一年当中 你会怎么样帮助他们说选择他的下一步 然后配合他这个人的性向 这个真的也是在我等于这个高中的辅导的这个部分里面 通常是蛮最多人询问的 通常早的学生可能九年级 刚入学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家长就已经在开始询问 那通常真正正是在有在接触这个 为了之后大学升学而做打算准备的话 差不多是在十年级下半年的时候 才会开始陆陆续续的 那到了十一年级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真的是全面性的开始在咨询 那在跟孩子们还有家庭里面沟通的时候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问孩子的兴趣是什么 将来想要选修一些什么东西 那有的孩子可能会告诉你说 我知道有的孩子可能九年级进来就说 我将来是要做医生 或者是我将来要从事法律 那甚至说有的孩子可能说 我可能小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在做这些东西 那当然也会有孩子到了十二年级 真的我今天下午才跟我一个十二年级的学生 在做他的这个身心表 但选选主修的时候 我就问说你想要做什么 他说他还不确定 真的还是不晓得 还在尝试任何东西当中 那在这个过程呢 我们作为辅导老师呢 在一系列的这个开会 以及互动当中呢 我们通常还是会有一些资源 会提供给学生们 让他们不管说是性向测验 或者是职业测验 甚至到他们每年选课的时候 可以提供他们说 如果你对哪一个区域有兴趣 也许你明年可以选这些课 让来试试看 那再来就是暑假 很多学生在暑假的时候 会想要去参加一些活动 充实他们自己的历练 那在这一块呢 你们也可以让他们去选择 然后去体会 之后如果喜欢 那继续走下去 如果不喜欢 那也至少知道说 我触碰到这一块了 我可能接下来 我要选择别的地方 通常你要 我们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 华裔的家庭 很多人第一感觉就说 我的孩子都一定要申请Everleague Everleague 就是说认为长春藤的学校 是我们进这个学区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进 大概我相信所有的亚裔家庭 都有这样的迷思 胡老师你有没有碰到 其实这的确是许多亚裔家庭里头 共同的迷思 但是你碰到这样的情形 你可能知道 你衡量到孩子的学业成绩 跟他的各方面 会觉得他有 但是你也可能发现 他其实是距离很远 通常你怎么样来帮助学生 或者是家长 来破除这些的迷思 这个是 可能是在做升学这一块 最有挑战的地方 OK 因为你申请学校到最后 学校收或是不收 这一块这个步骤是绝对要做 但是在心理上的建设 这一块是非常需要功夫的 因为在跟不管是孩子或是家长 在接触的时候 他们每个孩子跟每个家长 可能对自己都有一些期望 都会觉得说 我这个程度 我应该去上什么样的学校 我这个程度 我应该去追哪一些学校 那我的基本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会鼓励 你如果今天 如果你今天想要 往这个藤校的方向去做 从事 那我会尽我的所能 帮你准备 因为我的理念 我的概念 我的理念是呢 如果你 你 尽了力 达到了一个高处 但是又没有说 到某一个水准 但是至少呢 他可以把你所谓的 我们说的你的选择 选择性 你的可以申请学校的可能性 给拉大了 也许我们原来目标是要95分 这样子我们可以申请某一些学校 我拼了三年结果我只有93分 但是也不错 因为你现在把93分以下的学校 你都可以申请到了 而不是说你到最后 因为自暴自棋 只有可能70多分的成绩 那你只能申请 差不多70多分 可以拿到的学校 那在这一个形式的沟通之下呢 通常我会发现说 很多家长是能够接受 那到最后如果孩子 他们的成就是怎么样 他们也比较能够面对 就是说 对这个是我孩子 努力来的结果 吴老师 现在的申请学校 和以前不太一样 那很多以前申请学校 SAT可能是决定的比例相当大 但是因为这些华裔的孩子 各个SAT都是满分的情形之下 可能这种不是他唯一的考量 ASA这些他写的论文也好 究竟占的比例多少 就像作为一个辅导的老师 你会觉得孩子申请学校 最重要的需要加强的是哪几个方面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就在您的经验里面 哪些都是孩子最重要的部分 那以一个大情况来讲好了 就是当任何一个学校 在审查这个孩子的时候 不管说是名校 或者是一般就是可能是 我们所说的B家的学校 他们第一个看的绝对就是 孩子的成绩单 还是成绩 还是成绩单 那通常就是看你的学校的性质 如果今天学校是比较 像我们所说人数多的 周历的学校 可能一万五两万 甚至三万的学校的话 他们这个成绩单会看到的 那个比率会比较多 那通常是如果我们说 像比较选择性比较高 竞争力比较高的学校 甚至于说我们有一些文理学院 可能学校最多就两千个学生 这种小性的学校的话 他们除了成绩单看 但是他们会看得更细的 像是孩子的个人文章 以及孩子在高中这四年来 做了一些什么课外的活动 参加了一些什么社团 有没有拿过一些奖项 那所以这个比例呢 通常就是在比较 选择性越高的学校 你成绩还是一定要有 但是在我的认知呢 或是我跟孩子们 跟家长解释的时候 你的成绩 是你的第一个关卡的钥匙 一旦进去之后 他们就是开始看你一些个人性质的东西 像是文章 推荐函 以及你的课外的一些活动 通常文章也好 课外活动也好 因为华裔的孩子们 大部分要么就是钢琴 要么就是小提琴 好像在运动方面出类拔嘴 现在很多华裔家庭都会注意到 但是你晓得大部分以前或者过程 很多的华裔家庭里头 还是用普遍性就说 但是每一个华裔家庭的孩子 都是钢琴好 或者小提琴拉的好 这些东西成不成为一个很大的plus 就吴老师您来讲说 最好的niche 申请学校是什么东西 那个点是什么 这个问题真的是没有一个 没有标准 如果我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呢 我就不会在这边跟你谈这个东西 哈哈哈哈 谢谢 这个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公式 这个formula 真的是要看东西 因为这样来讲好了 我拿一个例子 我两年前我一个孩子 嗯 毕业 他到后来是去康乃尔上大学 但是后来跟他聊 然后他也自己看了一下他的成绩 他觉得如果以他当初的那个成绩 他自己是很没有自信 觉得说这个康乃尔可能是我的这个梦想学校 但是呢 很巧的是这个孩子呢 他是想要读昆虫学 他从小就是对这个虫类非常有兴趣 他所做的一切 以及他的他的申请文章 都是在讲这个他对虫子的热情 嗯哼 他多么喜欢啊 然后甚至于因为他对这个呃 研究的这个热情呢 去网路上面 然后碰到了一个专门是呃 教呃昆虫类的教授 然后开始跟他有做一些呃讨教 在我读完他的个人文章的时候 他的这个文章 我基本上是读了一次 觉得说到位 结果嗯 你如果今天说什么niche 那我会说 这就是你要读的东西 他他对这个热情 结果他们在审查 可能康乃尔在审查 他这个申请表的时候呢 对他的这个热情 他看得出来他这个是真的 他是对这个是真的是非常passionate 那因为这样他被录取 他自己一开始也是很surprise 但是如果像赵主持人 您讲的这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是完全都是在预料之内 就是说他对一个独特的东西 那今天每个华裔家庭 他们可能在找这个独特的东西 是什么 不一定说呃一定是要什么 一定是要体育 一定是要音乐 一定是要研究 而是我会鼓励说呢 孩子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东西 因为当你在追求你喜欢做的东西的时候呢 即使多花了一两个钟头 让你有时候做all night 让你会通宵 你是愿意去的 而不是被强迫性的 那通常在被强迫性的这个环境之下呢 通常会有反效果 也会造成孩子对这个事情的排斥感 吴老师那在通常您做了一个很大的辅导 是指导他们在写个人的文章吗 然后你在这方面觉得孩子在写这方面文章 因为父母大概大部分是帮不了忙的 但这个角色您就要扮演 然后你会你不可能 当然你晓得市面上 我们讲市面上 这个有的时候 现在这一两年来申请大学 已经有很多商业化的东西在里面 那很多人就是说 找人抄刀也好 做这些事情也好 那作为一个辅导孩子进学校 在这一个相当重要的文章的部分里头 你给孩子的引导是什么 这一点的话呢 对说实在真的 我自己手下也蛮多学生在申请大学这一部分呢 他们是有私人的这个顾问 不管说是文章的老师 甚至于说在申请上面帮他们 整套的package 对对这种这种算是consulting这些都有 但是我唯一会跟孩子们讲的呢 就是说 这个申请表示你是属于你 你可以的 当然是搜寻更多的帮助 而且说实话真的孩子们有时候喜欢文章 他就会用google给我 就是说老师你看一下觉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 那我们学校呢就是所有的高中 只要是有能力的高中 基本上高中的英文老师也会去做这个辅助的这个帮忙的这个效用 让高中最后12年级的学生申请的时候有这个帮忙 那始至而终呢就是文章必须是要你自己的 我看到 我看到有蛮多的文章呢 这个写完之后 发现很明显的发现说 这个是有人带笔的 这个东西呢 我连我做辅导老师的我都看出来 那更何况是大学的招生官 他们每天基本就是在读 尤其是在11月到1月中间这个情况 他们每天可能一天会读到四五十个不同的申请表 所以他们这么有经验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孩子的文章 不管是讨论什么题目 如果不是他自己内心发出来的 或者是他写的 这个很容易就会被释出 来说这个这个是代笔 甚至于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不够真实的一个文章 所以你都鼓励一定是孩子本身的那个热情出来的东西 才是他属于他自己的 说到的兴趣性向的部分 这个东西就像我说 孩子受到家里很多的影响 作为辅导老师的您 你能够在兴趣上 虽然你们有做过各种测试 但你会花时间跟孩子们直接的对谈说 我觉得很可能你走理工科或者你走文学 但是呢 你还是要考虑到他的feature career的时候 您自己在做辅导的这一块 您会怎么做 这个吧就也真的也是因人而已啦 有的孩子他们真的跟他们讲说 可能哪一方面领域他比较能够胜任 但是他们当下的热情可能是另外一个领域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他们自己走过吃到 因为通常最常碰到的就是 可能孩子想要这样子 家长要另外一个样子 结果吵得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饭厅上面吃饭 那通常这个时候呢 真的就是说让孩子去做 就是我去试一次 我真的发现这个不对了 好 我觉得不是了 那我就来试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也许我就听老师的建议 听家长的建议 但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 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情况底下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多走愿望路 所以很多造成很多 孩子在选课的时候 甚至于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都希望就是一次到位 一次就能成功 不要有跌跌碰碰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不是实际上是还是人生 还是有高有低的 所以在这一块呢 在辅导孩子的时候呢 就是通常就是我把资料 通常都是跟他们聊完以后 把资料给他们 让他们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看 因为你现在直接叫他去看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我知道的才是对的 你老师你不懂我 那这个东西也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嘛 就是说我九年级开始认识这个孩子 一开始可能很陌生 可能我们都还不认识 但是到了十二年级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以朋友的方法在聊天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在跟他聊的时候 他可能会打开他的这个广角 然后去考虑你建议他的东西 那吴老师 您自己在帮助孩子申请学校 您自己的准备的功课里面 你要晓得 当然你不可能只认识 藤校的这些学校 你要对全美国各式多少所学校 就像你说有小型的 或者每一个重点是每一个学校 他的那个长处的学校 这个field不太一样 您自己是花什么样的功夫 让自己build up说 你真的懂这么多 我是不是来到你面前 我就能够知道每一个学校 他的强项与否 这个我还在 我还在买那个external drive 放在我脑袋里面 这个装不完的东西 而且现在这几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学校的这个招生的政策 也不一样 那每一年可能学校 都会有新的一些项目出来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永远不可能有变成说 像人家讲的活字点 活字点 什么都知道 我自己真的也是花了 真的也是花了不少的时间 明着学偷的学 到网上去查资料 多跟学校大学里面做沟通 有什么机会就是收 那当然就是说 也是根据学校的 每个我服务的学区 甚至是我服务的高中 如果大趋向 就绝大多数的家庭跟学生们 可能就是围绕了这500多所学校 来看的话 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学校给学好 那不管说是四年制的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 甚至于这附近的社区大学 甚至于说是教职学校 因每一个服务的学生的需要 我会的我当然就是直接把东西制掉 指示给他 当碰到我不会的时候 那晚上就是我苦读的时候 能够把这500多所学校 装进您的脑筋里头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吴老师 我们先就像你说的 每一个学校 它每一年招生的规定 有所改变 那这几年 大家普遍在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亚裔的孩子的排斥性 当然我们知道 这是多半是亚裔家庭里头说的 说哎呀 哈佛今年这个 搜的亚裔的比例越来越低了 什么什么给非洲裔的 或者给西班牙裔的越来越高了 这些都是以而传而 还是说真的有这种的趋向 能面对这种情形 作为一个辅导名师 您个人的看法如何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不管说是有或者是否 但是这一块呢 我可以讲的 以我这边的立场 以我在高中这边的立场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个factor 因为在申请当 就算今天没有这些factor 当你的申请单交进去的时候 孩子的这个申请单 基本上就是交给这些招生官的手上 他的决定与否都在他们的手上了 OK 我不会我会跟孩子跟家庭讲 甚至跟我自己讲 我不会为了这些 我没有办法操纵的因素而担心 而是能把我之内 我分内能做到的 我能control的一些factor 我把它做好 所以当我在交这个申请单的时候 我已经是没有后悔 因为我已经做到最后了 今天他们收了我 那当然是最好 如果今天相反的 他们的这个 呃是没有办法直接收我 我也不会说 因为指责我自己说 我哪边没有做到 因为我已经 left nothing on the table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在 呃 在整个环境里面呢 我基本上 当初我看到这些 呃报导的时候呢 呃我自己个人是说 我没有办法去 去在这个上面 一直盯着他 我不能办 我没有办法花时间 在这个上面去 去care他 因为我宁愿把我的时间 接下来 下一个学生 他要准备什么 我把它做到最好 嗯 说到这一块 可能就是吴老师 您个人的长相 就是说一面 你做到最好的 把孩子们所有的资料 做到最完整 您认为是最好的 送出去 但是至于怎么样 你在心灵的调节上 已经给自己一个 很好的平衡 但对于孩子 孩子永远是有期望的 你要晓得 在等待 一12月31号 以前那个early admission 出来 每一年你跟着洗 跟着背的情形 有没有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 会跟孩子说 拿到与不拿到 因为很多的 怀疑家庭就说 我能够拿到early admission 有的时候 常常就是变成说 父母也给孩子 一个压力是说 人家谁谁谁 都已经拿到early admission了 你还没有 你想得 这对孩子 也是一个莫名的压力 那么您自己 怎么来帮助孩子跟家庭 这个就是我讲到了 真的就是 你必须要 stay in your lane 做自己 千万 就是我每次 我都会跟 尤其是家里面 有兄弟姐妹的家长 如果这个姐姐或是哥哥 是非常的出色 我绝对会 有机会 我绝对会跟家长 就是说 千万不要 把孩子们拿来当比较 因为一旦这个话说出去 你是收不回来了 那在 在你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很可能就是 会放了一个很大的阴影 这些东西 每天都 每天都会看到 甚至今天 下午 可能应该是 两点钟的时候吧 我才跟我一个 十二年级的孩子 聊完天 她的姐姐 当初 毕业的时候 是佼佼者 那她可能 她也很努力 她其实自己也很优秀 如果您 如果去看她的资料 她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但是她自如 自己不 认为她不如她姐姐 结果在 前一天晚上的 吃饭的时候 可能跟父母聊天的时候 爸爸 不小心说错话了 就是说 你可能就讲到 类似就是说 哎呀 你怎么不跟你姐姐一样 那爸爸后来也后悔 有跟他道歉 但是 这个 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 是 孩子今天就跟我 蛮难过的 就是聊了一下 这样子 所以真的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 只要 自己 问自己 说我问性无愧 我做到我该做的 我努力了 我没有留下 任何偷懒的这个理由 这些东西 我会在这个 高中的这四年呢 我会一直不断的 会跟 孩子跟家琳去讲 不管说 他们要听也好 不想听也好 我会慢慢的 就是一滴一滴 用水一样的 一样滴进去 希望的就是 到时候 如果结果 没有他们想象的一般 千万不要为他们 所来结果 说 哎 你这个怎么结果 是反而去吵刺他们 然后说 你怎么不像 隔壁家的 怎么怎么 这些东西是 非常非常 有伤害 以及会 会让孩子们 造成长时间的 这个 心理上的一种 这个障碍 吴老师的话 说的是扎进父母的心 但是行常 父母吃到是一回事 情不自禁脱口而出 造成很大的伤害 也是难免 不过大家都注意 我想这是吴老师的话 我们可以听 吴老师 我要问说 到底您个人在辅导孩子 申请学校的过程当中 您认为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需要early admission 其实不是 那唯一就是 我通常会鼓励孩子 提前申请的时候 绝大多数 当然很多 尤其是我们亚裔的家庭 他们认为提前申请的话 可能入取率会比较高 因为如果你是做这个early decision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是跟他签死约 去申请 你一旦被收 你就必须要去参加 去上这个学校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很多大学 他们是喜欢收这种 就是我收了你就来 而不必担心说 我收了你不来 又占了我这个百分比 那我通常鼓励孩子提前申请 是为了因为 他们可以在12月底之前 就先知道 有一些他的保底学校 他的safety 已经收了 这样子的话 这孩子在心理上 会比较有点疏压 觉得说 我已经有大学收我了 不管后来怎么样 我至少我有一个头了 那通常让孩子是有一点 像吃了一个定心碗那种感觉 是因为这样子 我鼓励孩子们 如果可以的话 提前申请 尤其是提前申请 他非常有把握 能进了学校 那至于有的孩子 他们也许还是需要高中 最后上半年的时间 去再做最后的冲刺 再准备考试 再多跟他的课外活动发展 那或者甚至说孩子们没有说一定一个要决定要去申请哪一个学校 没有一个他的这个梦想学校 他是可以在一月的时候做这个regular的这个emission 这个都没有问题是这样子的 所以您的说法是说 甚至到了12年级的上半学期 做最后的冲刺 对你升级学校都还是有帮助的吗 对还是有 因为通常人家以为说12年只要我升级表递出去了就可以 那英文叫做senior writers 基本上就是觉得说已经要当做要毕业生一样 什么都不去做功课也不教或者是连课都不去上 但是所有的大学基本上都会要高中最后一年的上半年的成绩单 那这个成绩单呢有的时候可以展现一个孩子 也许在9年级的时候因为不够成熟成绩不好 到了10年级再开始有觉悟开始往上走 11年级很漂亮的一年 那结果12年级他如果在上半年功课成绩很好的话 到时候可以给大学证明的是说 我9年级可能是因为我真的太小了不懂事 我现在已经我已经ready了 那这个可以推 那甚至有的孩子是做研究报告 那他们参加比赛 也许是要在12年12月12年级12月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结果 那他们这个结果到时候可以在1月的时候一起递过来 所以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OK 吴老师到了三四月份时候 一定有所谓的极家欢乐极家仇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辅导名师 您自己会怎么样帮助孩子来面对或者是看见这一块的东西 你是 你晓得也可能拿到好几个 也许一个都 一定会有啦 Anyway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还会帮他们 从旁辅助去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吗 那当然啦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到了4月到5月中间 其实也是非常记手的 因为当孩子可能手上拿到三个都他非常想要去的学校 嗯 不知道该怎么决定的时候 他们会来来回回的意思跟你讨论 OK 说到您刚才问 主持人您刚才问 就是说几家欢喜几家仇 几家仇 我在Scivenson服务的时候 我们那个办公室里面 有在墙壁上 就是我们一个长方形的办公室里面 嗯 不知道就您能不能跟着我这个description来讲 OK 上面有一 有贴数字 就是有一个人他印了一到一百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是一张纸 他等于从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开始的地方 绕着办公室全部把它贴完 然后结果在14 15 16 17那边呢 呃上了颜色 我刚进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嗯 一直这件事情一直是到两年之后吧 有一天我们可能是 我记得是应该是快要放假的时候 我们最后的学 我们这个整个辅导组里面在开会 结果我就问了我一个同事说 哎 这个是什么典故 啊结果那个同事就告诉我说 哦在我来之前 基本上是 我来Stuyvesant是接我 接了他这个辅导的位置 但是这个辅导的位置 原来退休了这个辅导员 嗯 他亲手把这个东西印下来以后 贴在这个上面的 那根据我那同事讲的呢 就是说 当你在看如果一个人是活到一百岁 你高中这四年到你大学申请这一个 只是这么小的一部分 你不要为了你这么小一部分的这个一个点 而把你后面的东西全部都认为说到杂了 对 那这个故事呢 是我每年 不要跟孩子说 基本上在三月底 等到所有东西要准备出来的时候 我会放给我的学生 嗯 那我到最后就是说 千万不要 把你这四年 甚至十二年来的这个努力 在这个阶段 被三四十个 可能 比你不大 大你不到十几岁的这些人 的一个否定 而把它全部推翻掉 哇 其实从您刚才提到了说 从他们九年级入学校 你就用量像水一样慢慢的滴给他们 希望对他们有影响 然后到了末了的时候 接到那一个的通知的时候 你仍然在做这样 真的是觉得 哇 如果能够被您教到的学生 有多么的幸运啊 老师 当然你要知道 孩子们对于升学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家庭 那你自己也有怀疑的背景 我叙述一个小故事 我听来的就是说 比方说有一些华裔的家长 看到吴老师您在帮忙 然后就觉得 啊 吴老师你做了这样事情 华裔家 我们中国人嘛 都是礼上网来 就送一个礼物给吴老师 吴老师会牵你 他一定要送回去 您不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您在中国大陆 您是清官嘛 就是说 这样的事情 你绝对不做 你认为这是您分内的事情 就是说 我要了解的是说 这些人情的压力 对于一个华裔的老师 因为你又辅导很多华裔的孩子 你自己怎么样摒弃这个华裔灌场有的人情压力 而且你推掉一次 我觉得就是设立一个非常好的model 以后你就没有这些的困扰 怎么讲呢 这个其实 我这个人是蛮信缘分的 OK 所以当你的孩子 被发到我的底下 变成说由我来照顾的时候 我基本上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把孩子当自己人 所以我常常会就是说 这个就跟孩子们第一年的 刚见面的就是说 不管你们怎么样 你们这四年就是跟我卡在一起了 咱们分也分不开 就是这样子 OK 而且再来真的就是可能 在美国这边社会里面的 这个这些职场上的一些道德跟规则 有一些 这也不能怪说我们华裔的家长 他们真的只是 很多人真的只是为了表现 说他们的感恩 那我也就是很直接的 就跟他们这样讲 说真的不需要 真的您说过节的时候 您叫孩子写一张卡给我 甚至你买一杯咖啡给我 怎么样 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喝咖啡的 这种小小的这个一点 这种小的这种这种 这种 其实在我心里里面是最大的 这个让我会让我记得最多的 那通常跟他们解释过了呢 很容易很多人呢 就了解了 所以碰到这个碰到这样的类似的情形呢 也没有说真的很多 但是碰到的时候 我真的就会跟他们就是说 而且当然也不会说 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会说 你不收我这个礼 好像你看不起我 或是你瞧不起我这样子 千万我的态度绝对是会让他们知道说 你每一个孩子都尊重 东西可以拿回去 但是我的你的意思我收到了 哇 所以我觉得 吴老师 我觉得您这么年轻 但是设立了一些东西 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 吴老师我要这样问你 就是说您自己在做教育 二十多年来 特别是辅导了 特别这些年 大量的华裔移民来到了美国 特别特别是我说 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的 华裔的这个下一代 比较年轻 年龄层越来越低 那这些和早期的留学生不一样 那这些的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 因为把中国大陆那样一个 拼得的力量拿来这边 所以小孩子的补习也好 课外的东西 一点都不比他们在国内的时候少 特别是说给孩子所有的课外补习都很多 面对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 您个人是怎么来看这样的情形 你会不会给家长跟孩子 有一些什么样的 任何如果有 基本上是要注意的是孩子的心态 OK 以及孩子的情绪 因为也有孩子是很愿意 他知道要来 他也是觉得有任务在身 我是将来是要有这个报复 我要去申请一些 比较有对我将来以后有利的这个学校 所以如果孩子一开始就是在这个buy in 就是他也采纳这个计划 当然就是说那就是可以 就是在他这个有效的时间之内 在他不打扰他课程的这个范围里面 可以让他去选修课程 去做补习 去加强他的一些兴趣 但是在这中间呢 就是家长就是要常常的去 注意孩子们的情绪 因为有的时候通常看到的时候都是 九年级开始就拼 拼到十一年级下半年的时候 有的时候孩子我们会看到的就是burn out 就是开始已经觉得疲惫了 然后在那个时候 可能开始在成绩上可能会有一些下滑 那很多家长在那个时候 十一年级是最重要的时候 你现在在怎么样啪啪啪啪 这样跟他这样讲 那孩子就反弹了 所以在这个沟通上是非常需要有的 是 那再来如果这个孩子呢 通常移民来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问说 当初你爸爸妈妈 有没有跟你讲说你为什么要来 他有的 我真的有碰到孩子说不晓得 对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跟家长讲说 那你们需要谈一下当初 为什么要把他们从他一个熟悉的环境 在这个时间点 让他到一个新的地方 让他重新去适应 不管是语言环境 或者说文化以及朋友 孩子在这个方面 一定要有很好的这个基础 以及这个建立他这个 他的这个理念 否则的话 所有的事情绝对都会成为反效果 吴老师我真的觉得 我们这一次邀请您来 我觉得您给的一些的观念 然后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说说我们怀疑的 有像您这样的一个 对教育有执着的一个人 而且真的那样一个心态的关怀 我觉得对父母来讲 对子女都是很重要 就像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Stevenson的那个墙壁上的 留下十五十六十七 这样的一个一个空白 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 而且是对的 那么您要不要在今天 我们谈说我们节目结束之前 我相信看这样节目 多半是家长多过于子女 您要给子女给父母 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说面对孩子 在面对这个人生里头 不可否认申请大学 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那么你会给家长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除了你刚才提到说 要跟他们谈来这边的目的之外 你会给家长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帮孩子度过这一个人生关卡 但不是他的人生全部 这个真的就是沟通 真的是要良好的沟通 很多家长最烦恼的 就是孩子有事情不会跟他们讲 第一青少年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 很多自我自主中心态是有了以后 可能就觉得说有些秘密 不想跟家里来share 那如果有良好的沟通关系呢 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也比较能够有这个适当的数条 那再来呢 我会建议就是家长呢 如果您对这个美国大学 申请大学这一块 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我会建议您呢 多看几所大学 多查一些资料 因为说实话 当我们在讲藤校的时候 虽然藤校只有八所 但是美国好的学校 绝对不止就是那八所 所以多多的增加自己的见识 以及知道说如果孩子今天是对 哪一个科目特别有兴趣的 适合他的那个学校 也许不一定是那八所中的其中一所 而是可能别的理工学校 甚至于别的文理学校 不需要说太在乎说 OK我们一定是 通常很多会听到这个 家长或者是学生 开玩笑的讲说是 英文讲说Harvard or Bust 就是不是哈佛就没路了 这个其实条条大路都有的走 而且在之后 尤其是如果今天孩子们将来是要做法学院的 要去上医学院的 他们到时候进了大学之后 后面还有另外一环去申请 医学院法学院 那再来你出到社会以后呢 你在过五年之后 没有人会再问说你是哪一个高中 哪一个大学毕业 而是看你的履历表 你最后一个工作 你做的是什么 What have you done as of late 那能够有这个观点的话呢 在选择的时候呢 我绝对相信说不管说是收了 或者是没有被他第一志愿收到 他们至少心态上面调整的会比较完整 OK 我觉得一个从事教育工作者 给我们这些的建言 我觉得都听得进去 吴老师最后一个问题 您的教育的观念 以及您的教育的心情 以及你这一个人的所给出去的 我觉得今天会让我们非常的深刻 但是呢 您做一个学校的辅导 那就是一小块 你要晓得常常做一些心理辅导的工作者 也许转向做行政工作以后 可能会对这个社会有更大的帮助 吴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career的path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说 也许有一天 你可以从事一个教育决策的工作 生活至于做一个学校的校长 这是是不是在你的规划当中之内 有没有这样的心情 作为一个年轻的校长 你可能如果说15年前问我的时候 我可能会有考虑过 但是根据经过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我可能 我觉得我很适合在当一个grunt 就是考最前线的 因为只有在那边在第一线 才能真的跟孩子们接触 而这才是我觉得是最大的 我对这个工作的热情 而且一旦到了行政以后 虽然做的是大决策 但是这样子我觉得说 反而失掉我一开始 一开始在这个职业上的这个始终 我不会因为说 OK我应该我应该往更上面 虽然没有错 我们是需要这样子的人 但是不好意思主持人 那个人不可能会是我 我可能到最后 我都是在这个前面 做到最后我退休 那我有讲过 我跟我的孩子们讲过 我的学生 我希望的就是说 我退休的那一年呢 你们能够来参加我的退休的 这个等于算是晚会 午会whatever 然后让我的两个女儿 走进来看到说 哎呦这个臭爸爸 原来真的还有在做事 不其实我觉得 其实吴老师 从我们两次这样谈话当中 都发觉说 其实您的心不是那种 所谓的那种aggressive的东西 不是那么强 但是你对认真的这一块 你是绝对扎实的 我觉得如果更多的人 像您一样 这个社会里头会更棒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谢谢吴老师 我们也需要这么一个 在ground里头做事的人 然后我觉得 不管您辅导的任何一个 美国的孩子 亚裔的孩子 我觉得在您的辅导下 都会是最幸福的 难怪您是辅导进入名校的名师 感谢跟您的这两次的聊天 我希望将来在教育方面 有任何的需要 我们还能跟吴老师聊 谢谢吴老师您的时间 我觉得您的 您的很多的话 对我们有帮助 如果所有的朋友们 对于升学这一块 有任何的希望知道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放在网络上 人人都会有需要 谢谢吴老师 感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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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